他为什么在上班还有这么多时间可以玩 他不在班吗 他不内卷吗 他有在好好上班吗 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一聊 如何在一个卷得要命的互联网行业 尽可能快乐生活的一些我的小秘诀 给第一次刷到我视频的小伙伴 还是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在北美职场已经工作了八年多了 这八年多的生活以来 除了我的职场上 我觉得达到了自己的一个期待之外 我觉得我的生活上的体验 或者是技能点也都有拉满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二十多岁 但问题就来了 会有小伙伴问 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第一点我想分享的就是停职比较 之所以把它放在第一点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完全自己可控的 我经常听很多小伙伴抱怨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升职升得这么快 为什么那个人的薪水跟我同级会高这么多 为什么桑尼总在录视频好像在到处玩 却可以升职加薪等等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最大最大的焦虑源 以及烦恼源之一就是 人有时候会去做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比较 一个是你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事情的全貌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升职加薪快 可是你并不知道他的生活中对工作是付出了多少 工作占据了他多少的比例 再比如说你看我录视频到处玩 花了很多时间 可是你并不知道不录视频的我生活 真实是什么样子的 即使可能真的有人升职加薪快 那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影响呢 很重要的一点你要是去了解到 这个世界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 真的就一定会有人 可能比你聪明 比你漂亮 比你运气好 比你家境好 就是有这样一种人的存在 那平时做这些无谓的比较 对于自己个人能力 或者是对于自己的经历 任何方面我都看不到任何的好处 除了给自己徒增一些无谓的压力和焦虑感 但我说停止比较 一个是比较本身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不可能把所有客观因素 保持的一模一样去公平公正的比较两个人 而且比较这两个人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你自己没有任何的提升 第二个是把你的眼光就是放大一点 不要专注于一个人 或者是你身边能够接触到的人 这个世界上优秀的人非常多 难道你要去把每一个优秀的人和你比一遍吗 第二个是搞清楚你的职场阶段性想目标 那这个拿我自己来举例 在我头几年的时候 我当时的职场阶段性目标是 攒够三年工作经验 然后想跳槽去一个互联网大厂 看一看那边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那个阶段呢 我就是非常清晰 我就是把自己本职工作干好 尽可能多的学习新的知识 然后再等待这个三年工作经验积攒的完成 所以那一阶段呢 我就是挺快乐的 压力也不是很大 然后到我职场后面一点 有一个阶段是我特别想升senior 就是想升这个组里的 tech lead的这种一个title 所以那段时间呢 我压力也是比较大 毕竟是有一个希望 自己在某一个时间线之前 能够升职这样一个短期的职场阶段性目标 所以我在和老板就会沟通 想要到达那一步 那我需要做一些什么 然后去列出比较具体的 可能这半年或者是这下几个月 我要做哪一些项目 要达到一个怎么样的预期 所以想升职的那一两年 我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在升职之后 那段时间我的阶段性小目标 就是想平衡好我的工作和生活 因为之前一两年已经拼得很努力了 然后在时我就想稍微轻松一点 并没有想要立马跳槽 或者想下一次升职的事情 类似的例子我还有很多 但是我想要说的就是 你要搞清楚你这个中期和短期的 阶段性职场目标是什么 因为人嘛 我总觉得就像一个弹簧 你不可能永远都在不停的拉扯 你总需要蓄力才能够回弹 所以说一直都在卷工作 我觉得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一件事情 可能有小伙伴会想问 那在这种互联网大厂生活 我如果就是不想升职 在原地划水可不可以 我个人的想法是 不想升职是完全可以的 因为每个人的职场规划不一样 有的人想要赶紧升职 走进中层可能高层这样一个职位 可是有的人就是对职场上 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野心 他觉得他在现在的这个职机很舒服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只想在原地划水这件心态 是非常有问题的 因为互联网大厂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 源源不断聪明的人想进这个公司 所以你如果在原地划水 那基本上就是意味着你在退步 如果你在退步是 不敢说一定吧 但是或近或远是会被这个时代 会被这个公司给淘汰掉的 所以哪怕你不想升职 你也要保持一个相对说 比较积极比较努力的一个状态 去达到你现在这个level的 对你的一个期待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去拥有说no 去拒绝的勇气和能力 在这种互联网公司工作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控制所有的外部环境因素 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处在一个很不好的职场环境 我可能不喜欢我做的工作 或者是我也不喜欢 比如说我新来的老板 然后工作也不是很顺利 我的能力也得不到各种提升 那在种种情况下 我希望我是拥有拒绝的权力 拒绝的勇气和一个重新开始的勇气吧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我判断了这个环境真的很不适合我 并且我没有办法去适应或者改变它 我希望我是能够赶紧换一份工作 或者哪怕是换一个组重新开始的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最难过以及最可悲的事情是 我明知道这个事情我无力为天 可是我却做不了任何事情去改变 所以拥有这个审时夺势的能力 并且能够及时把自己抽离出来 有勇气去在一个新组 一个新的公司重新开始 我觉得是需要勇气的 而且为了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也需要我们平常在日常工作当中 保持一个竞争力 所以哪怕我觉得大家可能在现在的工作当中 做了很多年得心顺手 但是你也要需要知道这个市场是什么样子的 需要永远给自己找好一条后路吧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因素 可以决定一个人在日常上能不能过得快乐 但是我坚信的是 不是能力越好的人越快乐的 相反我觉得心态 在这个快乐不快乐这件事情上 是起了一个很大决定性作用的 而且让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的一点 就是每个人对于快乐的定义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那就留给大家每个人去自己去寻找 自己对快乐的定义是什么 然后好好的去协调这个工作 和你这个快乐之间的关系 看看如何能达到一个快乐最大化 那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